之后将选秀女的一众官员都贬斥了一遍,又命人将那欺男霸女的恶霸致罪,但皇家的威严和祖宗规矩断不能因此破例,所以啊,皇帝没答应。 凌化等着太后继续说,她很有才华,哪怕没在岭山受教养,但她有幸遇到了一对好的养父母,所以啊,虽是商户,但却给她请了先生教书,识文断字,比赵高门贵府里的小姐教养一点也不差。 陛下那时年轻,她又是宫里所有女子最特别的那一个,陛下虽然恼怒她,但目光却不由自主地被她吸引。 她有未婚夫吗?未婚夫为她断了腿,她若不是贪图富贵的人,自然忘不了。 太后常常叹了口气。 唉,陛下不顾她意愿,还是临性了她,用尽一切法子对她好,但她不领情。 她怀孕后,陛下时刻担心她会将孩子打去,或者想法子留掉,但是没想到,她却没有,还是平平安安地将孩子生了下来。 生下来后,她除了对陛下冷淡外,也没有对孩子不好,对孩子还是很温情的。 陛下本来心想着,时间一长,她定会喜欢上她,也甘愿陪着她在宫里待一辈子的。 但是,谁也没想到,因岭山王一直没放弃找女儿,所以啊,几年后,还是寻着线索,找到了宫里。 哀家记得那一日,岭山王对陛下上了折子,说要来京朝贺。 后来,岭山王来京,陛下与哀家才知道,原来啊,她是来要女儿的。 说我没猜错,她当年抱选秀女,就只是为了见陛下,申诉冤屈罢了。 否则也不会在陛下翻牌的第一日,就跪地请求。 只是她大约没有想到,自己会折在皇宫。 兴许想到了,但那是她唯一的办法,没有别的路可走了。 唉,你说的也对。 哀家身为女人也可以理解, 但唯一没料到的是,她走得那么干脆,甚至连给孩子一句嘱咐都没有。 也正是因为她太干脆,哀家才觉得,她有些薄性。 当年陛下,是不是威胁她了? 比如陛下说,若是你离开,我就苛待你生的孩子什么的,这类话。 没错。 唉,陛下也确实在端妃娘娘离开后做到了, 她对萧泽苛责了十几年了, 自从去年下,才不苛责的。 陛下是受不了,端妃走后,她大病了一场, 后来便见不得萧真, 一见她就想起端妃走得有多么干脆。 哀家劝了她几次,后来执拗不了陛下,便也就丢开手了。 陛下这些年也不容易, 她是真喜欢端妃, 在消枕之下,七八年后才有皇子出生, 便很是说明问题。 若是早知道她要走,还不如不对那孩子好。 有很长一段时间啊, 哀家也不知如何面对她, 只能稍微照佛一二, 但哀家精力也有限。 哀家也是有些愿令山王多多相逼, 端妃走得干脆果断的, 但无论如何,确实也不该苦了孩子。 哀家这个祖母啊, 确实也没做好。 我记得我小时候, 您总是三天两头出宫往这府里跑, 祖父后来都不待见您了, 父亲呢也劝说您别走回府, 每次都兴师动众的, 一大堆奴才跟着您折腾。 你还小,懂什么? 燕青扭过头不理她了, 您为了两位侯爷的身体操心, 也是有心无力, 太子殿下并没有怪您, 后来呢, 端妃娘娘也没有回岭山吧? 被岭山王带走后, 说是回了岭山了, 但陛下病好后派人去打探, 没有她的消息, 又去了她养父母所在地, 她养父母连带断了腿的未婚夫都不见了, 据说被人接走了, 陛下怀疑是岭山王做的。 岭山王一堆庶女, 唯一的一个嫡女自小走丢, 如此坎坷, 她既然一直没放弃寻找, 找到了人后, 强硬地从陛下手里抢走人, 自然是不会亏待她的, 应该是安置到了皇室够不着的地方。 多谢姑祖母提醒告知, 您放心, 只要我在一日, 就算岭山有反心, 我也能压着不让岭山反, 只要萧枕在一日, 我便扶持她, 她有人善之心, 适合未来的江山之主的位置。 有她在, 我不敢保证千秋万事, 但能保后粮接下来百年繁华顶盛。 哀家信你。 端进侯府的厨子做了一大桌菜, 有太后爱吃的, 有灵花爱吃的, 有燕青自己爱吃的。 午饭摆在了房间里, 燕青将灵花抱下床, 给她的椅子上铺了软垫, 才让她坐下, 又将筷子递到她手里, 然后自己挨着她坐下。 太后看着她这一切做得自然, 直笑得开心。 你瞧瞧, 以前哀家让她娶妻, 说什么都不娶, 如今怎样, 直到媳妇的好了吧。 灵花扁着嘴笑, 少是她厚脸皮, 但也有点脸红。 燕青这些日子, 早已经被人取笑多了, 又是太后打趣她, 她也不脸红, 给太后和灵花加了菜, 才自己慢调死里地吃。 吃过饭后, 太后嘱咐灵花好好养伤, 且不可过多劳神。 商若是养不好, 落下病根, 可是一辈子的事。 灵花连连硬了, 太后才离开。 燕青送太后到府门口, 在太后上车后对她说, 您可别来了, 捉腾人, 好生在宫里待着吧, 将我给陛下和姑祖母 从江南带回来的礼, 从库房里抬出来。 你带人抬着, 跟着一起送去宫里。 前面两箱子是陛下的, 后面两箱子是姑祖母的。 什么东西啊, 这般宝贝, 竟然从江南请了兵马运回来。 好东西, 您快走吧。 太后瞠她一眼, 走吧, 走吧。 太后车尼离开后, 燕青立马掉头回府, 随着她迈进门槛, 端进侯府的大门立马关上了, 门外又挂起了闭门谢客的牌子。 回到房间, 燕青见林华已经躺去了床上, 正睁着眼睛望着棚顶, 脑子里不知在想什么, 连手边的波浪鼓也不玩了。 又想小枕呢? 在想她娘。 燕青撇撇嘴, 挨着她躺下。 有什么好想的? 赎金还没有收到表哥来信, 也没有收到和风、 细雨、 旺叔等人的信。 云深山七万兵马, 不知收服得如何了。 算起来, 我们从回京到现在, 将将一个月了。 哦, 应该快了, 没准这几日就该有消息了。 喂, 你不累吗? 赶紧睡吧, 你养好伤, 才能做你想做的事。 如今你想再多, 也动不了啊。 哥哥, 那天那批杀手, 还没有查到呢, 应该是早已离京了。 若真是碧云山的高手, 为宁业所用的话, 一次不成, 我怕再来一次。 若真是剑缝插针, 非要杀萧枕的话, 我怕真保不住萧枕。 以后让萧枕出行, 不管去哪里, 哪怕每日去上朝, 也带上安慰不就得了? 赛索, 等她来见你, 你劝劝她, 让她娶了孙巧妍, 她的安慰你就能保住一半了。 嗯, 我从回京她还没来, 我猜是不是, 她也怕我劝她娶孙巧妍, 所以特意躲着我才不来。 何不从孙巧妍身上下手? 嗯? 燕青巴不得萧枕赶紧娶妻, 还是要娶个厉害的, 她也觉得孙巧妍给萧枕最好。 崔岩叔简直太得她心了, 怪不得, 每次她见了她, 都不想欺负她呢。 你不是与孙巧妍有救吗? 她怎么不来看看你? 我是与清雨山的四娘子有救, 与相府四小姐没救。 不都是她一个人吗? 有什么区别? 反正你已找了相府四小姐一次了, 也不在乎多几次。 你呢, 给她下一个帖子, 请她来一趟。 我听说孙向的夫人最近在给她选亲, 你可别让别人杰族先登了呀。 哥哥, 你听谁说, 孙向夫人近日在给她选亲的? 程初啊, 听说将京城的士林公子, 无论门第, 都还了至筛选的。 说是这样, 这事儿可就迫在眉睫了。 琉璃! 小姐! 你赶紧让人去孙相府, 给孙巧妍下个帖子。 不, 你亲自去相府一趟, 先去拜见孙夫人, 就说, 我有一门好亲事儿, 想说与孙四小姐, 让孙夫人别急着选定旁人。 然后, 你送一份谢礼给孙巧妍, 再邀她…… 明日过府。 嗯, 明日邀她过府。 小姐, 你真想将孙四小姐许给太子殿下? 是将太子殿下许给孙四小姐, 救命之恩, 怎么能够不以身相许呢? 好吧, 那若是太子殿下不同意呢? 我这不是把孙巧妍叫来, 打算从她这里入手, 推销一下太子殿下吗? 嗯, 我这就去。 当日晚, 孙相回府后, 听闻灵化派人送了礼, 又传了话, 再让孙巧妍转日去端进侯府, 孙相有点坐不住。 这主动饱眉, 怕不是好事儿吧? 老爷, 你将人想得也推坏了。 不是我将灵化想得坏, 而是她那个人无力不起走, 如今还养着伤呢, 突然就送礼上门, 说要饱眉, 这怎么能不让我怀疑啊? 但咱们小四不是救了皇上和太子吗? 万一灵化是单纯替太子感谢呢? 毕竟是救命之恩, 老爷你近日躲着皇上又躲着太子的, 太子岂能看不出来, 您不想让女儿邀功? 没准是通过灵化, 替您解决小四婚事的烦恼呢。 嗯, 您说的也有道理。 等明儿看看吧, 小四与灵化早就有救, 今儿, 灵化身边的琉璃姑娘跟小四关起门来, 在屋子里玩了半日才走, 应不是坏事儿, 孙向文言有点放心了。 那就等明日吧。